Hello 大家好,我是Jason 一直以來多多觀眾都問我可不可以拍Q&A 其實我以前有拍過,但因為都很久沒再拍過 今天這個不是Q&A,今天是一個20 facts about me 其實這個就是早幾個月,或者應該是早一兩年 都很多不同小的各地的YouTuber都有拍過 但因為我沒做過的關係,今天就來拍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我是不懂得游泳的 我小時候曾經試過在海灘那裡,浸過了 之後就令到我一直都怕水 我小學不記得五年班、六年班的時候 其實我有去上過一些學游泳的課程 就是夏天放書架的時候 我是可以在泳池游泳的,但一去到海裡我就不行了 這個是有一點童年陰影 第二就是Oreo是我第一次養的貓 Oreo 其實嚴格上來說 Oreo可以說是我第一次養的寵物 因為之前養的蝦毛仔都不算寵物 Oreo其實是我第一次的寵物 不是只是第一隻貓那麼簡單 第三,我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和一個弟弟 我家都可以算是一個多兄弟姊妹的家庭 那我自己排行第四 第四,我身高是五尺七吋半 大概是175cm左右 這個身高我是由中學二年級開始到現在 一直都沒有再高過了 我記得很小時候 我經常都以為自己會有機會去到六尺高 但很可惜可能不知道是否因為小時候沒有喝奶的關係 一去到中二,到了現在那麼高 就一直都沒有再高過了 第五,我現在體重大概是142磅 那我人生最肥最肥的時候 大概是182-13磅左右 其實不是很久之前的事 其實是三四年前的事 那時候是暴飲暴食 搞到自己很肥 但是如果大家有follow開我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有看過我的Facebook 大家應該知道 我是用了三個月時間減了40磅 就由最肥最肥的時候 就變回到現在這樣 第六,我穿球鞋 我是穿這個美國size的11號球鞋 這個當然要視乎我是穿什麼鞋 有時穿皮鞋可能穿10號 穿某些布鞋 凡布鞋可能穿10號半 但是一般來說穿11號球鞋 就一定沒有錯了 那球鞋size也是 也是我中一二開始已經穿這麼大的 到現在一直都沒有變過 第七 我是沒有近視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只是這個鏡框來的 那為什麼會戴眼鏡呢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可以遮到黑眼圈 如果我不戴眼鏡的話 其實是有很大的黑眼圈在這裡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戴眼鏡呢 某程度上可以遮到黑眼圈 那第二就是 其實是一個fashion來的 就是戴眼鏡 感覺上人有點舒卷氣 好像好一點 所以是我戴眼鏡的原因來的 我是沒有近視的 第八 八是不是這樣放的 我是極度喜歡吃豆豉鯪魚的 是罐裝的豆豉鯪魚 沒什麼特別哪一個牌子 其實我平時吃開一隻 忘記什麼牌子 好像是珠江橋牌 但是我是可以有豆豉鯪魚的話 我是可以一個月吃足每日三餐 餐餐豆豉鯪魚我都可以 只要有豆豉鯪魚 加白飯或者加公仔麵 我是可以吃到很多餐 吃都不會再驗的 第九 我最喜歡的顏色是粉藍色 第十 我讀過三間不同的小學 三間不同的中學 原因其實有很多 其中一個就是因為 小時候搬屋 十一 這個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在香港完成了學業之後 其實我是在日本住了四年 我在那裡讀書 讀了四年的 十二 從我出生到現在 我記得的範圍裡面 我是搬過十一次屋 以我現在的年紀來計 我平均每二點幾年 我就搬屋一次了 十三 其實我由中學到現在 應該是由中一開始到現在 我大概 我當然沒有計 我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時間 我都是Skinhead的 十四 我基本上每天睡覺都會做夢 但是我是差不多可以100% 我是可以控制到自己的夢境裡面 發生什麼事的 這件事我相信很多人都做到的 不是只有我一個 就是我發夢的時候 我是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在發夢 我可以隨意地令自己飛天也好 出歸波器弓也好 或者上天落地 那個夢境裡面發生什麼事 我完全可以控制得到的 這個是近幾年開始才發生的事 以前就經常都會發我夢 但是現在就變成了 我發什麼夢都可以自己控制到 為什麼我不知道 不要問我 不要叫我教你 因為我不知道 15 我最喜歡的漫畫 是《北斗之拳》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真的要看 就是一個男人 作為一個男人 你是不可以沒有看過《北斗之拳》 這本漫畫是極度易血 是男人那種易血 當然現在你可能會說 易血的會是《One Piece》 但是我想說 在《One Piece》出現的十幾二十年之前 有一本漫畫 叫《北斗之拳》 你是一定要看的 這本是我最喜歡的漫畫 十六年 其實我是有 一二三四 四個耳孔的 不是這個耳孔 是穿耳環的耳孔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然後其實在上面還有一個 不知道看到嗎 然後在這個位置 這裡 在這個位置也有一個 然後在右邊耳朵也有一個 十七 我是有一個紋身的 我的紋身就在我的頸後面 大家看不看到嗎 不知道鏡頭拍不拍到 這個紋身其實是我的名字 還有再加上我的生日日期 組成了一顆星 這個紋身是我哥哥幫我設計的 十八 我到現在都好 我每個星期都會 至少看一至兩次周星馳的電影 主要都是我吃東西的時候 就會開著YouTube 或者開著任何可以看到電影的網站 我就會去看這個周星馳的電影 是沒有電視機的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看過電視 我唯一有機會看電視 就是我在茶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它上面的電視機 在播著無線的電視劇之類 我才會立一立 平時我是完全不看電視的 如果我要看新聞 我要看任何電視上會播的東西 其實我是會上網看的 好來到最後一個 第二十個 其實我是有遞過履歷表 去這個商台想做DJ 在我讀書回來香港之後 但是很可惜那時候 就完全是秒無音信 我是遞了信 給錄音的展示給他們 傳了出去 但是之後是一直都沒有回音 沒有回來的 但是一樣很有趣就是 經過六七年時間之後 其實現在反而是有機會 會有時候會去電台做嘉賓 接受訪問 其實當初是完全沒有想過的 今天這條影片很簡單 跟大家講一講 有二十個關於我的 可能大家觀眾不知道的東西 今天為什麼要拍這條影片呢 因為我知道我出這條影片的時候 其實應該已經是達到了 這個頻道總括加起來 應該是到達了一億的觀看次數 這個是觀眾一直以來的支持 對我的 如果沒有了你們的支持 其實都不可能會達到這個數目 頻道的地獄人數 也都差不多到三十萬了 其實我頻道開始到現在 應該我出這條影片的時候 剛剛好大概是兩年時間 就是這一個頻道 大概是兩年時間 在兩年裏面可以 去到三十萬再加上 會達到一億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不容易做到的事 這個真的要 多謝各位觀眾 對我一路的支持 希望我在往後的日子 可以再拍多點片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觀眾繼續支持我下去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先暫時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 我們下條影片回來再見 就這樣 拜拜